它從分出了清清道的 就是八地、九地、十地 這個階段的話它可以分出四種不同的階段來講 我們後面會慢慢介紹 它就是杯子陣形等 杯子陣形的話是其中的第一個 我們後面它都會把一一一的解釋念出來清楚 我們再看 所以等一下我想說我先把介紹十三種 我們再回去看根本頌 大家就可以知道它的分類是什麼 首先是成立 首先是哪一個 首先是從體性上來分的話可以分為六種 他說因為若是此事大聖加行道以上的陣形 必須是六種證物法隨一的緣故 是不是在這個上面的以上的 加行道以上的陣形的話 是不是一定是這六種其中一個 一定是四種抉擇分 見到 修到 其中一個 沒有這個例外 如果你說佛道的話 佛道不是這邊的陣形了 它已經是超越了這個陣形 所以它不是此處所說的要說的陣形 好 第二次成立是從什麼 從作用來分的 從作用來分大聲的修辭的話 我們可以說什麼 既以所製品的能對峙那一分為對峙陣形 以斷除所製品的那一分為能斷陣形 以淨除所製品那一分為所斷永近卸脫到陣形 三種決定 在這邊來講的意思是什麼 第一個來講的是什麼 它是所製品的 這邊是什麼 就是反方向 所製品的意思是說什麼 是反方向的那一面 反面的那一邊 這邊來講的話 是不是我們說什麼 就是見到所要斷的 跟修到所要斷的 所謂的所執障的那一方 這邊的所製品來講的話 簡單來講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執障的這邊來自一方 反方面 所以它說什麼 它說 以作為所執障的對峙的這一分的角度來分的話 我們可以分說什麼 我們叫做對峙陣形 那以說什麼 以正在斷除 它沒有說以斷除 大家看到正在斷除代表 如果正在斷除的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正在進行式 我們用中文的文法來講就是正在進行式 就是什麼現代式 所以現代式的話代表說什麼 一定是它還沒有斷除 正在斷除的話 還沒有斷除的時候 所以是什麼 那是什麼階段呢 那一定是正在對峙的階段 一定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 剛剛講的話 舉的例子來講說 大聖的 見到的 無間道 這個我們都可以舉例說什麼呢 這叫什麼 這叫說正斷陣形 或者能斷陣形 那第三個來講說什麼呢 它說什麼 已經完全去除以上了 就是 以上什麼 就是能引伸自己的無間道 所要正對制的呢 現在已經是 已經斷除了 對不對 不是把所有的所智障 當然不一定是所有的所智障 是什麼 是引伸自己生出來的那一個 無間道 它所正對制的 那一個反方面的那個東西呢 在這個階段 去除掉了 完全的斷除的話呢 這一段的修辭 我們叫正知什麼為什麼呢 就是斷永靜的陣形嘛 所以這個來分為說 它三個 作用分三 那第三成立是什麼 從界線來講 所以它說什麼 以第八地而言呢 為 聚卑制陣形 以第九地而言 是為 不供弟子陣形 以第十地而言呢 的後得制而言呢 是 未能做次地利他陣形 那以十地 最後心而言 為 智慧無功用 轉陣形 此足是決定固的 那什麼意思呢 因爲什麼 我們之前來講的話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說 大家我們哪有聽過這些詞彙呢 我們是不是在 剛開始剛開始介紹 現關專演論的時候 我們還不記得說 大聖發心 從界線來分的話 他是不是說什麼 有清淨三地的所分出來 是不是 清淨三地我們說什麼 是八地以上嘛 八地 九地 十地 我也叫清淨三地 那為什麼 這三地叫清淨三地呢 是不是在以上就沒有辦法 再生出任何的我值了 心虛當中呢 不會再生出任何的我值 為什麼 因為他 時時刻刻正空性了 不管是什麼 在根本定也好 在厚德制也好 他時時刻刻的都正空性的緣故 是在大家清淨三地 他已經淨出什麼呢 他已經淨出了可能 在心虛當中生起我值 或者說什麼 那種無名的這個可能 都已經去除的緣故呢 所以他叫什麼 清淨三地 八地以上 所以 首先在這邊來講 大家就會想說問說 為什麼在七地以下 他沒有另外分 為什麼要在界線上 從八地來講 因為這邊大家想說 從清淨三地 從這邊來做區分的 那第八地的陣型的話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卑制陣型 卑制陣型 和 為什麼叫卑制陣型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講 第八地的陣型 我們叫卑制陣型 那 第九地是叫什麼呢 第九地叫說 為什麼 與 什麼地質不共的陣型 就是不共地質陣型 我們 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 這個地質的話 什麼呢 這不是 不是學生的地質的意思 而是以聲文 這個地質在講什麼 是聲文的 聲文的意思 聲文獨覺的 那 後面我們這邊是不是看到 十地後得字 跟十地最後心事 是不是大家還記得 我們以前在介紹 前面的縣官的時候 我們在介紹十地的時候 是不是在第十地我說什麼 我說初地是不是有分 初分的初地跟後分的初地嗎 初地可以分為前跟後一樣呢 十地 因為在對著最後的 那我值的細細分的時候呢 它也可以分什麼 它也可以分為 前面的十地跟後面的十地 所以是不是 今天這邊我說 喔 在縣官的話會出現嘛 是不是 你看按照順序來講 它會說 十地的後得字 跟十地的最後一心事 怎麼會有一個 如果沒有這樣子前後的十地的話 只是一個十地的 怎麼會有一個十地的後得字啊 如果這樣十地後得字就是佛了嘛 對不對 我說十地之後 它起來的話 就已經是成佛了 哪有什麼十地後得字啊 所以從這個字句裡面的話 從這個字裡行間 我們就知道說什麼 十地這個地方可以分為 初分的或者前十地 跟後十地 前十地是對於什麼 它也是對字 這個部分來講 十地對字是什麼 是我們 我值來分從 初初 一直分到細細來講的話呢 它也是對字細細的 可是 對字細細的 我值 還會分什麼呢 初 跟最細微的時候呢 那個 細細裡面的初分的是什麼 是 前十地在對字嘛 它對字完這個 去除之後 它又為了要最後成佛的 要累積自然 在後得字的這個階段的話呢 在後得字的這個階段 我們把它稱之為什麼呢 它這邊講說 就是說 能做次第立他正行嗎 正行 在十地的 應該說 初 十地的 後得字的時候 那個修辭呢 我們稱之為叫什麼 我們叫之為說 能做次第立他正行 或者 這個意思來講說什麼呢 它知道什麼 要怎麼樣 依次第的去幫助他人了啦 它現在 幫助他人的話 已經不是像 我是不是常常講說 像我們的話 想要去幫助他人 雖然有這樣的幫助的想法 可是我什麼 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去 講法 現在不是 現在是 它去利益他人的完全是什麼 這順其他人的次第了嘛 他已經知道他人的次第 可以到什麼階段 他知道他的根氣 他的想法 他的智慧 能接受的程度是什麼 可以按照這樣子 和一一一一的次第 如次第性的這樣詮釋的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什麼 這個階段就會談到 了意跟不了意的嘛 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大家講 了意跟不了意的這個東西 好 看最後的 我們十地最後心是什麼 下一場就成佛了啦 在最後這個程度就是 正對自 最細微最細微的所有的 那種的染污 或者我們講說什麼 就是最細微的所執障了啦 最細微最細微的所執障 在這邊來做的時候呢 這個形式我們叫什麼 叫做為智慧無功用轉制陣型 這個翻的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他說智慧無功用轉陣型 好像說什麼 這個智慧是無功用的那樣子 這個意思在藏文不是這個意思 在藏文的意思是說什麼呢 話說什麼 我在為了生起這個智慧的時候 他已經不用再努力了 他是任運的啦 不是說這個智慧無功用啦 如果智慧無功用 佛的智慧是無功用的那樣子 沒有作用的 我說白話一點聽起來的話 這個意思是說什麼是 在佛頭的智慧是任運而成了啦 他不用像我這樣子 我說我做任何事情都還要提起心力啊 要思維啊什麼來講 現在已經是任運了啦 任運來講的 所以他講說什麼 智慧無功用轉陣型 智慧無功用轉 就是不用再刻意的去使他 不用再努力的 他就會自己而轉了那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陣型 好 他這什麼呢 以這四個來分的時候緣故呢 我們說什麼 是分出這個他為界限的 好那第一項是成立 第一項什麼是八地 那八地什麼呢 他說第一項是成立的 因為在第八地的厚德時 以獲得有力折破實質現行與智慧作義心的方便智慧特別者 這邊來講的話都是 我不知道這個是 對不起 我一定要說這個人是在 這邊來講是亂翻那樣子 這個 這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不是金頂金啦 這個是以寶信論雲 這是寶信論 寶信論你 他用寶信論的詞那樣子 他說什麼呢 職位正八地 二十位小聖 以及第八地以德 有極平等性的加行的緣故 好 這個來講的話我們說什麼的話 他的意思是什麼是 八地的時候我們為什麼叫他 我們為什麼會稱他為叫說什麼呢 叫他卑制陣型嗎 為什麼叫他卑制陣型呢 因為在八地的時候啊 在八地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他不管是在陣型 在根本定當中根本是 那種我職不可能升起來嘛 因為他是限陣空性的時候 以前的在七地以下 還可能升起我職的什麼 都是在厚德制的時候 就是他在要修六度啊 或者他要修出離心啊 菩提心的時候 因為他世俗的這種的想法 一起來的時候 我職就會像那種排山倒海的這樣子 又來臨的那樣子 可是什麼呢 在八地以後呢 在八地的厚德制的這個之後呢 連到這個時候 他是因為他是時時刻刻正空性的 永遠從空性的智慧 沒有在退失的時候呢 在這個時候他心虛當中連什麼 連我職升起來的機會都沒有了啦 所以這邊是不是他講說什麼 他這邊是不是講說 第八地的厚德時 以獲得有力遮破十職現行 就是什麼 已經根本沒有機會讓我職 在內心當中升起來了 把在這個什麼 我們在講說八地 為什麼叫清淨八地 清淨的第八地 或清淨的這個後三地呢 那什麼 在這個後三地的時候呢 他已經去除或者斷除 可能在心虛當中 升起我職的這個機會了啦 是不是我常常 以前跟大家講過了 是不是他在 不可能有 源自一個境的兩個 相克的智慧 不可能同時升起 或者相克的這個智慧 跟他的反面的顛倒值 是不是你看我說 我如果了解這個東西是無智性 我就不可能又再執著它是 第十存在了 我了解這個東西是 如果我執著這個東西是 第十存在的話 我就不可能了解它是 無第十了 這是不可能同時間有的啦 這兩個是互相 敵對的 互相對峙的 沒有 沒有兩個 兩個都有的這個 那 還有什麼呢 是不是 他說什麼 一直到這個時候 他是把我職的這個機會 都去除的時候呢 因爲什麼 因爲有我職的存在的話呢 我愛職的機會就可以 就為我自己追求的心事 就可能有升起了 就有這個風險啦 因為我說雖然我們說什麼 我職跟我愛職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心事 它的執著的方法是不一樣 可是它什麼呢 它從以前就是像如影隨行的 沒有我職 要單獨由我愛職升起 也很困難 就是它的最好的有夥伴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我職升起 我愛職就是跟他唱 一直在幫他上課 這個我愛職是什麼 在捧是什麼呢 他在捧什麼東西呢 他在捧那個 我職所執著的東西 是這個我愛職在鼓吹啊 所以 縱使是菩薩的時候呢 雖然他沒有升起我愛職 可是他還有升起我愛職的 那種的風險啊 是要什麼呢 要到八地的時候 才完全把說什麼 申請這種我愛職的風險 完全去除掉是什麼 在八地的時候才去除掉 為什麼呢 因為我愛職的根源啊 是什麼是 我職嘛 是說法我職存在 只要法我職 還有機會可以申請呢 我愛職會配合著這個機會 也存在 所以我愛職雖然他 清醒早就沒有我愛職了 這個菩薩 要升起菩提心 我愛職就要壓制的時候 他沒有升起我愛職 可是什麼 我愛職的那種的危險性還存在啊 就像什麼呢 我們說 以前那個菩薩到 見到以上就不會升起稱恨了 可是這不代表說他稱恨的這個危險 或者稱恨的這個東西 有斷除掉 他只是沒有升起而已啊 他沒有斷除掉它 同樣的在這個什麼 這個菩薩到八地以前 雖然沒有升起我愛職了 可是我愛職升起來的危險或恐懼 都還存在了 到八地的時候才去除掉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那個 我職升起來的可能性 都去除掉的時候 所以這個我愛職也不會有了 所以你看他說什麼呢 這個來講的話 他把我職跟我愛職 而去除的這種的智慧跟方便 在這時候獲得的緣故 所以他什麼叫悲至正行啊 就是什麼 就是去除 還不能說他斷除了我職 可是他什麼呢 他斷除我職可以升起的這個機會 跟我愛職的這個恐懼 所以說…